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韋斯咸自2016年以來 和曼城各項賽事交手17次都未嘗勝職 期間常規時間內戰和場刺近有4場 其餘13場交鋒軍吞下敗仗 輸球率高達76.4% 這方面對很久都未擊敗過的對手難免壓力更大 作為冠軍之師,曼城在休賽期並沒有停止他們保強的腳步 他們大手不斷引入了艾琳夏蘭特和卡文菲利斯 此外陣中還有菲爾科頓、奇魂迪布尼、貝拿道斯華等人 眾星混集的曼城總薪價高達10.1億歐元 該薪價不僅是英超之罪 同時也是五大聯賽之首,指免實力可謂傲視群雄 五大聯賽開賽在職 各支球隊都在積極備戰當中 韋斯咸也不例外 但就近期的友誼賽來看 徐仔邦當下正遭遇不勝的景地 過去四場比賽僅錄得三合一負的戰績 真勝能力明顯不足 雖然並非正賽 但也從側面反映出球隊當前的競技狀態 在面對實力強勁的曼城 韋斯咸如果不打起十二分精神 那麼球隊將難逃淪陷的命運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中文字幕製作人數不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